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有几个因素 集装商需求增加 运费增加 提高海运收入 第二点是空运相关 价量升 提高一航运 空运收入 第三点是人民币的贬值 产生了外汇收益 第一点是比较重要的 另外一个可以去看一看的是非汁董增持 但金额也不是太多 但也算是正面的消息 所以我相信整体来说运输相关的股 你说是否很好呢? 跟之前来说Covid过了的时候 应该没有之前那么好 但平平稳稳继续增长 我相信是随着整体的全球经济重启来说 对他们的货运需求来说 是会有一个支持 所以如果想去看一看 去到两个七毫半这个水位 第一个位置就是下两个半这些水位 或者是下两个半这些水位 或者是下两个四毫领 或者是两个三毫领 这些水平 去到升轨的时候 你才去下进去 反而如果真的 要去回回来 这个七月整固位 都是失败 然后这个支持位 这个升轨的支持都失败 那就要去尽量止涉 止涉去 你看回去 即是你用买入价 一成至一成半 或者你失个升轨 甚至乎向下 落到哪个位置呢? 落到两个两毫领 这个水平 我觉得一失两个两毫领 都应该要去走一走 上网 如果你真的沿着整体高升轨 以及业绩继续平稳 向好的话 我觉得可以看着 3.2元 这些水位 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也要去看一看 因为这个股票 那个成交金 相对上 不是那么高 所以在买入的时候 都要留意 这个因素 要去留意一下 这是一个紧续桂 是一个紧续的 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非常顺畅 而且又来迅速 都要留意一下 又是一个小火 我又来